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第六章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也是Cindy液化Work系列教程最后一个知识点 包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包到底是什么东西 包呢,在Work中的关键字叫做package package,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object列表中有个叫做packages 加S代表很多的包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packagebodies packagebody,好,一个是package,一个是packagebody 这两部分共同构成了Work中包的概念 那包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包非常类似于操作系统中的文件夹的概念哈 也就是说我建立了一个包,我就可以往包里面放很多东西 比方说我可以放之前我们定义好的存储过程啊 触发器啊,函数啊,类型啊等等 我都可以放到一个包里 也就是说一个包可以有很多个函数,很多个过程啊 很多个触发器等等 包就是用来组织这些东西的程序块 好,那为什么说包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package,一个是packagebody哈 package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包的头部 好,packagebody呢,我们把它叫做包的身体 包体,包的头部呢,实际上包含的是规范和定义哈 而包的身体呢,这是包头部的具体的一个实现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实际写一个包和一个包体 两部分合在一起才叫包哈 假设叫做pkgcindy吧 好,ok,迅速的 看到我刚才的创建方式没有 我是在packages右击选择新建 叫做pkgcindy的包 它出现了两个东西 分别是create or replacepackage 还有一个呢,是create or replacepackagebody 但是不管是包头还是包体 它的名字都叫pkgcindy 好,意思后面跟的就是定义部分 定义部分,注意定义部分 而对于packagebody来说 意思之后除了定义部分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叫做begin和end 这就是包的头部跟包的body 包体最大的一个区别 包的头部呢,除了is and之外 就没有begin了哈 但是packagebody有一个非常重要的begin部分 好,现在我把这些自动生成的东西都清空哈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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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空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在package cindy这个包的头部定义什么呢 我定义一个过程吧 procedure p-r-o-c-e 好,给个参数 e-lem-watcher-to watcher-to 然后呢 分号 你会发现为什么我这里不写 e-se-begin-end呢 记住包的头部只包含它的内部的程序块的定义 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过程 那它只包含一个过程的定义 比方说我再有个function 我这个function呢 可以有参数也可以没参数 也写一个参数吧 return watcher-to OK 好的 记住 不管是我这个包里面有多少个存储过程和多少个函数 在包的头部 它们永远都没有函数体和过程体 直到定义这一部分就写上分号了 好,接下来 这只是包的头部啊 我现在这个包的头部非常简单 只有一个过程和一个函数 接下来 它这里执行之后 它会给你包错 要到这里来干嘛呢 要到这里来完成 包的体的编写 如果说包的头部是一个定义 那么包体就是对这个定义的一个实现 包的头部里面定义pkgcindy有一个存储过程和一个函数 那包的body就必须去实现这个过程和这个函数 现在呢 我已清空了 这个packagebody中不需要的东西 只有create or replacepackagebodypkgcindy 一次 然后endpkgcindy 好,接下来 先实现这个proc1 proc1 好,elem是输入参数 begin endproc1 在里面做什么呢 synac的empnumberfrom empwhereelem 这是列名等于参数 elem 好,不管了 接下来再实现谁呢 再实现这个函数 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记得 begin end return test ok 执行一下 哦,缺少 缺少 语句 那这样子吧 is number watcher to 20 接下来 ice sear ness enac的emp number into number 好了 OK Parameter Elam 这只是一个警告了 因为这个Elam从来没被用于Function1 好 没关系 不用就不用吧 要不我Return这个Elam也行 为了消除这个警告 执行一下 好 完全成功 完全成功 看一下 在Package和PackageBody之中 都出现了PKGCindy 只不过一个是包头 一个是包体 好 从这样一个示例 我们是可以看出来 在包的头部 无论定义多少个过程体 过程还是函数 在PackageBody中 都必须去写出 它们具体的实现体 好 这个就是Oracle的包 同学们学会了吗 在包和包体的应用上 在正式的开发过程中 会用的非常多 因为包是可以组装很多的过程和函数 这样会让过程和函数 显得不那么凌乱 好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逻辑组织形式 OK 那么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关于Oracle包的介绍 就结束了 随着这一小节的结束 Cindy液化Oracle系列基础教程 也到此结束了 非常高兴呢 这一段时间能够陪伴大家 能够尽我所能呢 让Oracle的一些基础知识 用最简单的语句和最简单的事例 传递给大家 OK 非常希望我的课程呢 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 那我们就到此结束 再见